当局轰出7比0 打蹦欧洲名将 就设计案的激烈对决 让他往行刑挖拳怒吼 被欣赋的高岑罗 出生在2004年 他的世界排名 撤退6月引逐 是台湾又一位平堂行星 1,2 1,2 是西班牙的1号单打 获得过多项欧洲冠军 正手回到防守 步伐很快 罗伯乐时的长球战术 手机的罗伯乐时稳健的发挥 这一份高层队的防守已经打开了游戏 但无奈对方的幸运差别 高层队的防守大斜线打断了对方的站位 顶住抢攻后退到中台 现在的罗伯乐时赶快给到长球 打后面的反攻 这样发出的掉洞 罗伯乐时的打球射区域还是在中台 特别能够走长 拉球很壮 踩到外边 无效得分 发球之后的衔接 没有准备好 抢攻到中路 下判断好弱点后 出手非常果断 接力的白刀阵手大奖 高层队的前三板扣得更细 关键时刻的高层队 扔得3分 逆转到下的第二局 先发出的变化 快批到最深位 在反攻直线大奖 高层队的15 还是以出界为主 捞捞点在前面 前脸的快扬 更加勤快令化的步法 罗伯乐时的线上榜 用户不多 没吃透 旋转 自己分的真多 都是发接发的上面 罗伯乐时的力量 实际上不是很大 但手感很好 把球回得很飘 引起你的节奏变化 想好雷哥的弱点 防守的前面要撤前 迫使对方退台 再配合正手的稳健扣杀 容易地压低板型 不测旋转 拉拉地扣杀两边 不让对方站住位 再来一把侧前 突然放短 对方很难跑得挂来 直接打飞 怒帅球拍 满满的高阶量进攻 罗伯乐时只能被动防御 对方的进攻 还先以这种加撞为主 高层队调整得很快 不断迎前 第四局的高层队 气势完全打了出来 6比0的强势开局 在红出7比0之后 对方的一个幸运差别 终于扳回1分 在领先的情况下 会稍稳住心态 坚定自己的战术 搬出他的起绑 加了保险 回到发力 现在举行的WTT 罗伯亚安娜 出行挑战赛 他们将有望再次的相遇 最后是搞成续连续上局 赢下了罗伯阿乐时